到年底来这大屏幕上的竞争也是相当激烈 眼看着又有一部喜剧片上档 是由尔敦生监制的影片暴走神探 是在北京举行了一个发布会 对 现场周冬雨啊 杨紫山啊 始终意味在软金天的左右 不时的这个隔空送文 搞怪不提 什么状况 就是很精彩的状况 关键是我们的大帅哥软金天 好像只有被动蹂躏的份儿 也是蛮可怜的 卖萌 被虐 隔空送文 拿出匕首继续蹂躏 别看主演们现在台上是乐的欢 其实在影片暴走神探拍摄期间 软金天那是吃了不少苦 戏中所有的动作戏几乎没有提升 什么跳楼下水遭受酷刑 统统亲自出马 挑战自己的表演极限 在戏里面我的名特别硬 怎么打都打不死 所以他们也都叫我爆打探 就被人家打 我想说其实演的角色还蛮帅气的 但是从开拍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 各种被打 被打也就算了 有一场戏差点连自己的屁股都给烧着了 停车就危险 后来就真的觉得屁股很烫 然后后面有发现那个红红的火光 看到旁边的工作人员表情也不太对 从前来我想说应该是先帮我松绑吧 玩完之后开始踹我的屁股 他好像希望把火给踹熄 但我洗完之后又拿面武器 但是结束完之后 其实导演他们表情都蛮紧张的 我就说要等等等等 先看一下回放 这个应该很好笑 以为在片中吃了这么多的苦 导演得好好心疼一下 最终抱得美人归什么的吧 结果两位美人相伴 周冬宇和杨子山人家还都不买账 故事结尾也是问题上 我们踏上了刘夷扬之路 然后走向了光明 然后他就留在了他原来的位置 娱乐星天地看着男生这样被欺负 真是有点心疼 编辑报道